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就想说一说有关这方面您比较符号的一些说明 在二太语系语言里面经常是用衣裳的两点来表示 中间带杠就是这个符号 代表这个符号 用衣裳的两点来代表这个符号 二太语系中有这种情况 我在这说一下 我那个地方显示可能乱码了 有点乱码了 后头R上的一横跟U上的一横大概有问题了 后头U上的一横倒没问题 E上的两点点在边边上去了 不是 那个是一个乱码符号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几个在少生民族语言中间常见的一些特殊原因 刚才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讲了原因的部位 但是在少生民族语言中间经常会出现以下几种性质的原因 一种是紧原音 紧原音的符号在原音的底下 比如说乌原音底下紧原音的话 加以短横来表示 所以说A的话 比较以这样来表示 加以短横来表示 这是比较紧原音 大家知道这个紧原音 在藏绵语卒几乎是所有的乱与之语言都有松紧的区别 但是松紧的情况不太一样 有的是对立的很严格 在所有的原因上都有松紧的对立 但有的只有部分原因上有对立 其他原因上没有 有的语言它紧原音往往跟某一个声调 某一两个声调结合在一块 就是你用声调来处理某一种所有的调值的字 它都是读紧原音 比如说白语中间 立书语中间四次调跟二二调 它都读紧的 那么它有的时候 它就用增加一个声调来表示所有的原因的松紧 反正念这个调字的都念紧原音 像白语 立书语它都是这么处理的 但有的语言下喊一语 拉呼语 它那个井原音都是用在原音底下加一短暗来表示 可能大家不习惯 那么最早发现井原音大概是1942年 李方贵带着马学良到陆南去调查遗语的时候 发现遗语中间 有一部分下面一发一的时候 他有的念的一这个地方井 开始不知道什么性质 都是一 为什么这个原因跟那个原因不一样 发现发音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点拉井的感觉 后来他就处理成井原音 所以最早送井原音公布是在马学良的撒尼语研究这本书中间 后来在其他语言中间 原家发现在杨武哈尼语中间也发现 后来解放以后就偷偏的在少数民族语研究中间 特别是义语之语研究中间发现 那么除了义语之语研究中间 枪语之语也有少量的语研究 有松井原音 像紧迫语之中间的紧迫 宰娃这些也有 另外还有像年语之中间的阿昌 宰娃这些语研究 也有松井 但是松井的来源和性质不太一样 发音的感觉也不一样 那么现在已经在语图上 对各种不同的松井原音已经进行了语图的描述 确实发现他嗓音是不一样的 从阴系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是从身带的猴头的拉紧这个方面 但是从语音学的角度来 它的解释方法跟阴系学的解释方法不完全一样 但是总的我们描写 发紧原因的时候 有的人把它实际上是一种身带拉紧一半的时候出来的原因就是紧原因 比如说拿稀语到底有没有松井原因 现在在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 一派认为是有 另外一派认为没有 但是实际你仔细的去听一听 他在某几个原因上头 比如在意上头 在时间原因上头 他读的是比较紧一点 但是过去整理那些语音味系统的时候 因为他发意的时候 他发日的时候 往往是后头带一点原音卷舌的味道 因此他记了一个卷舌原因 就把紧原因就不飙了 因此就说他没有紧原因 但是实际上 从我们去记录 发音合作人发音的过程中间 他还是后头发紧的 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一派认为有 一派认为没有 这个我想将来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做研究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松紧原因 那么将来如果说我们做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原调查 比方记得纳西语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发现中间可能有些音值得注意的 记得羌语是木牙语的时候 西部方言就可能有进行音 东方言可能没有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再一个就是卷舌原因 卷舌原因 大家知道普通话中间有一个儿化原因 花儿 这个儿一般不是卷舌原因 是一个儿化语 但是在少说民族语言中间 许多语言都有卷舌原因 大概落落实际的诺苏语中间是有卷舌原因 这个羌语之的好几个语言中间也有卷舌原因 卷舌原因实际上 你比如说这个羌语的一牵的牵 K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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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子 卷起来 念 乌 脚板的板念 熊猫念 巴 一个是不卷舌的一个 巴是脚板 巴是熊猫卷舌 音色大家知道是一样的 一个是卷舌 一个是不卷舌 所以在这个语言中间缺义的北部方言 非卷舌原因和卷舌原因是区别词译 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卷舌原因的记录 卷舌原因大家知道 实际上在发原因的时候 把舌头同时卷起来 刚才我发的 叫那个巴是脚板 巴 卷舌 这个可能我是这样 不要求大家每一个音都发的很好 但是在听到这种特殊音的时候 自己要有感觉 这是什么性质的原因 要有这样一个辨别的能力 这是讲卷舌原因 再一个的话就是鼻划原因 鼻划原因 鼻划原因在汉语方言中间也有很多 少数民族语言中间就更多了 实际上鼻划原因 它也是语音演变过程中间出现的一种情况 卷舌原因的写法 现在有一个规范 我刚才忘了说了 现在潘悟云他们前段时间 输居库要求卷舌原因 大家知道 过去汉语的儿化原因是怎么写的 再加一个小辩 是不是 完了以后 它现在专门设计了一个符号 加在原音后头 比如说R 就是R的卷舌 我们过去 大家注意 我们过去在卷舌原因的表示方法上各种各样 我过去在记录枪语的或者枪语之的部分语言的卷舌原因的时候 往往采用道R的办法 比如说A 采用一个小道R在上头 用这样一个符号来表示 也有的人就直接不用道的了 直接用这样一个符号来表示 但是这个就容易跟哪个区分 就是藏免语族语言 一部分语言它是有R韵伪的 那么容易跟韵伪回交 所以我用道的来表示 因为道的这个符号 在圆中间几乎是没有出现过 所以用这个符号来代表 所以大家今后看到一些著作中间有这些符号 注意 这是卷舌原因 那么现在它就采用了R画韵的这样一个附加符号 这个地方大概原来是这么写的 是吧 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附加符号 它加在了这个字上头 这个我想我发给大家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中间关于这个问题 它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就是今后要求进入数据库的记录 就要采用单独一个符号来表示卷舌原因 那么下面我们讲笔画原因 笔画原因一般是在原因上面加一个浪文来表示 就是这个A这样一个符号 在原因的上面 注意 注意过去还有这个符号如果是加在原因上头是笔画 如果是加在原因的中间 它是一个舌根画的符号 这个是顾基金标他 符加符号的 这个我们后头 现在先不管它 我们先说上头 这个 先说上头这个事情 A 那么如果说什么叫笔画呢 实际上就发这个原因的时候 同时在笔腔产生共鸣 怎么说呢 我示范一点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说发A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笔腔同时共鸣 那就是A的时候A的时候A的时候A 如果大家把鼻子捏起来 就会感觉到这一部分嗯嗯嗯的 所有的符号都可以加笔画 所有的原因符号都可以加笔画 甚至于时间原因也可以加笔画 可以 可以 呃 呃 呃 这个样原因 样原因 刚才我们到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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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啊 笔画原因跟在一个笔文韵味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来说 比如说一 我们一个笔画 如果说一加一个韵尾 大家听我区别 这个是一 这个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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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语言中间 它如果说有应 它一般来说 有的时候在脱落的祸中间 它就首先前头的笔画开始了 因此就会出现 前头有笔画 后头还带着一个尾巴 最后它这个东西全部脱落 就变成这个 这个再脱落 它就变成了单元硬 一语之语言 它脱落的过程 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一部分一语之语言 它这个韵尾全部消失 别的韵尾全部消失 变成了笔画 一部分一语之语言 它笔画也都全部丢光 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想我们也不可能 每一个原因都加上一个笔画 来领着大家念 那就是时间拖得太久太长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原理就是这样 就是发原因的时候 笔腔同时共鸣 我把八个标准原因都念一次笔画 大家听一听 有点感觉了 在底下就是长短元音 长短元音大概就比较好理解 就是这个原因比较长一点 如果说这个语言中间 长元音没有因为价值的时候了 念长短人听觉好像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如果这个语言中间 长短又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有因为价值 那你不能够随意的念长 一念长意义就变了 长短元音有两种性质 长短音的表示方法就是 在圆音后头加两点 加两个圆点 有的圆点是这样写的 有的是这样写的 有的是圆的两点 有的是两个三角 这个都是一样的 这个都一样的 这个过去的过去音标的同模 有的是用三角的 有的是用两个 这个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表示长的意思 那么大家注意 在汉语中间 汉语广东话中间 原因是分长短的 少数民族语言中间 也有原因分长短 原因长短有两种性质 一种性质的话是 这个音节的单元音分长短 比如说像枪语 北方言我 嘎 上面嘎 绝对的长短 一个是嘎 一个是嘎 嘎 嘎 绝对的长短 另外还有一种性质是长短 是什么呢 不是单原因的长短 是在韵伪的主要原因分长短 大家知道 少数民族语言动台语 特别是嘹语之的语言中间 或者所有的 比如说一 后头带韵伪 它短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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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音 是区别词语的 比如 M 跟M 区别词语 这个呢 几乎是 像 E A R O O U 都可能有长短的差别 这个长短的差别是区别词语 那么在藏面语族语言中间 它独龙语也有这种长短性的差异 它这个长短最主要的表现在形态上的 比如说我举一两个例子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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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满的意思 满 这个水满了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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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把它弄满了一个铺出来的意思 E 这是 使满 使它满 满了一个铺出来 E 这个是 这个明显的是对立的两个例子 Dum Dum 这个在张绵语族一部分语言中间 它区别不同 原因长短区别不同的意义 另外在词语中间 我记得好像还一大批词是用原因长短来区别词语的 所以我们在记录少数明度语言的时候 可能多数语言 它原因长短可能不区别词语 但是呢 只要你发现有的语言中间 它感觉到 发音合作人 你发音发短了以后 他觉得你不像了 那你就得警惕 那可能这个语言中间可能就有长短的原因的区别 那么这个原因呢 一般特殊性质的话呢 主要这么四类 一个是松井 一个是卷舌 卷舌不卷舌 松井 另外的话呢 鼻画非鼻画 另外还有一个长短 长短原因有的表示方法呢 有的是在短原因上表示 长的不表示 短的给它表示出来 比如说我在独龙语中间 我一般就是在短原因上上头带高来表示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表示长短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我不标 标这个 这个也是一种区别方法 这个大家注意了 就是长短的可能在不同的语言中间的表示方法 可能会不一样